美女主播高玉玲 擁有甜美的外型及較好的身材 在螢幕前展現出專業的播報形象 深受觀眾們喜愛 還被外界封為主播界洪小雷 日前她在個人社群平台透露自己是陸地上的廢物 因為不會開汽車 也不會騎機車、腳踏車等機械交通工具 她曾砸錢去駕訓班認真學車 雖然教練讚她車技不錯 但自己總是忘了下一步要做什麼 考駕照時甚至兩度 玩打方向燈 被扣了32分 為了所有路人的安全 她任命搭車就好 但沒想到最近計程車漲價 她只好敢搭公車 結果第一天嘗試搭公車時 既然搭錯車 讓她忍不住自嘲 不知道是眼睛還是大腦出了問題 就是會把遙控器放冰箱 包包落在計程車上 天生的迷糊實在太可愛啦 好又要不要 好想趁機械交通工具 本地平台或許善理 黑鷹 日本巧合 除此 ni Hz